07特殊造型实体 好,那我们先画这个外观 来,那点选草绘 选Top面,按草绘 好,拿直线 好,从这边开始绘制 好,然后拿 法相来标注 来这边的长度 这边的长度 这边的长度 还有这边的长度 好,完了之后 选起来右键 修改 再生拿掉 来,第一个长度 是200 这边的长度是150 好,这边是75 这里也是75 好,按确定 确定,Ctrl D 做隐身 隐身的高度是55 所以这边打55 好,然后呢 这边要做导原角 这边告诉我导原角是15 所以导原角15 好,点这个边 Ctrl键按住这个边 这个边 好,打扣 好,那导原角的部分就完成 好,那我们这边 好,那我们这边 我们先做壳 那壳后呢 这边告诉我们 都是5 所以这边做壳 这个面不要 所以这边打5 打勾 好,完了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 要做这个造型 所以这里呢 点选炒绘 好,反向 然后呢 这边朝右 好 完成之后呢 参照 这条线 跟这个边 好,我们把平面显示拿掉 来 那这里呢 拿线 好,圆弧 好,中心点不要被绑在 这一个边上 好 好,然后这里 这里要跟它做相切 OK 好,然后呢 这边 发向 来 第一个这里到 这边的距离 好,然后这个点 到这边的距离 然后呢 这两个弧要相等 好 所以这时候呢 选起来 右肩 修改 再一声拿掉 好,来 第一个 这边的距离是25 这边的距离是65 我们要做这个 部分 所以这里我们用扫描 好,点第一个边之后 其它是按住shift键 点外面的这个框 一个一个慢慢点 好,完了之后 按绘制 截面 好,那这里呢 我们画一个矩形 然后再画一个圆 把不要的线段删掉 好,然后这里呢 圆形到这个的距离 还有这边到这边的距离 好,框选起来 右键修改 这边的距离呢 这里是10 这里到中心点 距离是10 然后厚度是5 所以这时候呢 这边是10 厚度为5 打勾 好,确定 好,Ctrl D 好,确定 好,然后完成之后呢 它的坐标系在这里 S是朝 Y朝这边 S朝这边 好,所以这时候呢 坐标系 点原来的这个点 如果这边不好点 可以点这里 好,然后呢 Y朝要朝这边 S朝要朝这边 所以要S朝 转-90度 确定 好,题目第一个 问我们 Y朝 坐标 来 质量属性 CSO Y朝坐标是这一个 好,然后体积是这一个 好,然后第三个呢 改变尺寸 好,来 我们看 第一个编辑定义 好 那这里呢 这边没有改好 H2 H2改成160 好 然后H1呢 改80 好,V1呢 改80 好 这边三个改完之后 好,就完成 好,完成之后呢 那隐身的高度 H4 H4改成60 好 然后导圆角 导圆角这边 R1 R1 改成20 好 然后壳呢 壳后T 改成6 好 然后这里 好 然后这里 然后这里 这边 R1 H3 改30 然后V2 改成70 然后这里 R2 改成30 确定 好 好 隐身不用改好 掃描这边 好 编辑截面 好 这边呢 V3 V3 V3改12 好 那因为T改6 所以这边要改成6 OK 打过 好 Ctrl D 好 那这边改完之后呢 题目问我们S的近视值为何 S是这里 好 然后呢 总体积 总体积 总体积是这里 好 然后呢 表面积 表面积是这里 好 以上这边 就是207题 就是207题 就是207题